教育部计划推广户外教育 以建立学生坚韧和自信的品格 受访学校和支援团体表示 户外教育有助于加强学生的生活技能和正确价值观 并且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来看记者学术会的报道 走出课室到生态园接触大自然 使学习变得更生动有趣 课勤小学自2014年起 就开始将户外教育融入课程内容中 让学生有机会到户外学习科学 美术和体育 学校发现这类活动有助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的确是比较好玩 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习就能享受 出外社会青年服务自三年前起 也开始同多所中小学合作 举办攀岩和露营等户外活动 培养学生的毅力和团队精神 例如说你做个攀岩 你爬上爬下之后 你得到的是个信心 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 例如说他们的领导能力能够加强 还有在他们的责任感能够加强 或者是说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生活的目标 除外表示双心父母工作忙碌 学校肩负的教育责任越来越重 因此通过户外教育等方式 从小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 也显得日益迫切 新传媒新闻新闻记者 宣书会报道 有 Hej d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